大家好,我是飞美虎哥 前两个礼拜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个步枪子弹里面什么样 好好想想,要不然反正我有散弹 然后呢,咱们把一个散弹解剖一下,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我还从来没有干过这事,所以说呢,我还挺害怕 我怕自己笨,然后把刀,拿刀把手拉了 所以说我戴一个很厚的手套 咱们先这样吧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这就是一个普通的12个gauge的shotgun 这是bird shot,我记得是,对 然后看看里面bird shot是什么样吧 第一件事呢,就是拿刀 看看,这把刀是不是太钝了 还是这个很厚 慢慢来吧,反正,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其他那些视频就讲 就是shut gun shell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呢,上个礼拜我记得我说过,就是说 在shut gun里面的时候呢,要防身的话呢 好了,最好还是不要用那种bug shot和那些slug 因为他们穿,他们穿,就是穿发率,就是穿 那个力太大了 然后怕把,比如说在墙,打穿好几个墙 哎呀,他们怎么紧 然后,好了,现在打开了 这就是这样,对吧 这上面是crimple所谓的 就是他们在把东西装好了以后 他们压进去 好,咱们去打开看这什么东西吧 这是,ok,这下边后面呢是火药 大家可以看一眼,不知道看清楚看不清楚 然后这是火药 这个火药和那个火药不一样 因为这是,这是圆片的 那块是,那块是有点像铅笔,那个笔芯一样 那好,那我就把这手套拿下来吧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所谓,这个所谓的是wet 因为,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打,可能大家要打过,打过那些,怎么说呢 Clay pigeon,就是那些飞盘的话呢,会发现有东西能看着箭行飞出去 那个飞出去的东西就是这个wet 然后,那个飞出去,那个wet,它的大概的方向是跟你打的差不多 但是因为wet的话,它,它慢的很快 所以说,因为通过风和,你要再转的时候呢,这个wet会在后面 所以说,那个,看那个东西,看的,那个wet飞的方向 并不是,你真正打的那个方向 所以说,这要记住 嗯,很多新手都会,都觉得那个是,好像是,哦,那是我打的 不是,然后呢,剩下的话呢,咱们先看一眼,嗯,就这种欠缘的wet 咱们先看这个多沉吧,啊,真不知道 嗯,零克,然后这个是,三克,OK,三四克的那个火药 嗯,然后呢,这是个火底,是吧 然后,我先把火药搁哪呢,我再拿一张纸,等一下 嗯,然后剩下的话呢,这就是千,嗯,可以看一下 这还挺沉的wet,然后这是大概,我不知道,一两百个,小圆,小千,什么 这是七号五的,还是七,七号半,还是八号的,不是啊 嗯,所以说,它是这么多,这么小的 然后这样的话呢,因为它打出去以后,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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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的还挺快 嗯,所以说,当时打飞盘的时候,这样,它是 嗯,我刚刚,我当时上个video说,就是,嗯,在25米左右的话 大概,呃,人身上那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pattern吧 当然了,你要有什么各种各样choke的话,可以把它越来越小 嗯,然后呢,看看这个多沉吧,零号,OK 这个应该是1.8点,就是30多克,对,哦,这是一个ounce的那个shot 32克左右,那天,它挺对的,嗯,然后这个wet呢,就是说,因为,啊,它必须有这个wet,就是因为,在,散弹枪嘛 嗯,所以说,这样没法,不像真正子弹,就是说,那个子弹在枪头里边,枪管里边,就是,挤住,对吧 然后呢,所以说,要想有一个,就是,呃,气压要不是马上喷出去的话呢 它必须有这个wet,然后它会打,然后在,在打的时候,这个wet会compress 然后呢,嗯,然后它会有个很好的,所谓的用门叫seal,中文还真不知道怎么说 嗯,所以说,这个wet必须有 嗯,那就这样吧,嗯,好像没有其他的事了,嗯 我要是看看哪天,我怕,我要不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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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打一下 但是,今天可能就免了吧,因为我怕隔壁的,隔壁的下啊,下,害怕 那好吧,呃,今天就到这么一点,然后再过两个礼拜见吧